歌离就是割羊皮 包皮 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 是以色列人世代所遵守的 这里要所有的男孩在生下来的第八日 都要割去一块羊皮 以表示除去肉体的污秽得以洁净 分别为圣归主的意思 创世纪十七章没有清楚的说明歌离的理由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设立歌离 作为亚伯拉罕家族 以及他的后裔所匕首的规条 上帝只是说 你们要守歌离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在亚伯拉罕的家人或后裔中 若有任何人拒绝或疏忽了守歌离 就必会与恩典之约隔离 因此西伯来民族是否守歌离 对耶和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罗马书四章九至十节解释 人得救不在乎守歌离 而是在于相信并接受上帝的应许 这样上帝就会施加恩典给人 在亚伯拉罕守歌离之前 上帝已称他为义 但保罗继续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里 解释歌离的目的 并且他受了歌离的记号 做他为受歌离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为受歌离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们也算为义 歌离这个仪式 是作为上帝与信徒立约的一个象征和印记 结婚子环的功能也是一样 象征了新郎和新娘 在有生之年要互相尾身 并作为彼此承诺的一个印记 因此在神圣的典礼中 除去男性器官的部分包皮 是一个写的印记 见证了信徒已将生命转向上帝 并完全尾身的为上帝而活 在他有生之年都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 歌离这行动作为一个印记 就像盖了印章一样 受歌离的人不再属世界 而是属于那为人类预备救恩的主 歌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更深入地解释了歌离的功能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歌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歌离 你们既受喜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 那叫他从十里复活上帝的功用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歌离的肉体中使了 上帝赦免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段经文包含了有关歌离的三项重要意义 歌离象征移去了作为不易器具的肉体情欲 若不守歌离 罪人的身体仍然是未受歌离的肉体 守歌离就是向圣洁为生 在生命纪十章十六节 摩西敦促群众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有一本翻译为 你们的心要守歌离 不可再映着景象 这集经文显出 守歌离所包含的意思是 信徒的心要圣洁 完全向着上帝并服从祂的话 旧约信徒的歌离 犹如新约信徒的洗礼 代表被接纳进入得救的大家庭 成为其中一份子 基督将要在独楼地成就的救赎 是古时希伯来人不能理解的 但上帝的恩典 却将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救赎 给予耶稣背定之前的守歌离的信徒 正如耶稣拯救的大能 以及复活的得胜 也给予新约信徒一样 在新约与旧约的救赎中 信徒都领受了神圣的印记与象征 主耶和华要求 旧约时代的信徒守歌离 也要求新约的信徒接受水的洗礼 据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看来 洗礼构成了在灵礼的守歌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